海水中影院可以看到有海洋生物在動 仔細看竟然還是鯊魚 拍下這畫面的潛水源真的是又驚又喜 因為鯊魚距離他真的好近 加上海裡能見度低 也讓他游的是戰戰兢兢 有點壓迫感 你幾乎伸手就可以摸得到他 那這隻鯊魚大概有2.5米長 那另外一隻大概短一點大概2米而已 這裡是發現在屏東墾丁 有潛水教練在獨立教帶隊潛水 卻遇上兩隻黑邊騎真鯊 一起伴遊了15分鐘 發現其實鯊魚是非常溫居的一種 我們都沒有太大的動作 我們就停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讓鯊魚很自然地徘徊在我們周邊 根據老姐 恆春半島海域 因為受到開發加上環境污染 所以比較少看到鯊魚 但今年4月有潛水客發現金鯊 還與牠一起共遊之外 這回又發現黑邊騎真鯊 看在專家眼裡 其實是件好事 一個健康的山火礁地區 牠應該要高階略使者 中階體階就整個食物網路 所以其實有鯊魚是應該要很正常的 專家認為一個好的生態環境 有鯊魚出沒是很正常 加上黑邊騎真鯊 不受外界刺激 並不會主動對人類作出攻擊 遊客潛水如果幸運遇到 不用過於害怕 好好享受與鯊魚共遊 記錄這難得的畫面比較正規 解章中華評論報導